改变从微小的行动开始 美好在日常习惯里延续 城市新时尚 源于每个人的参与 以行动号召行动 人人都是志愿者 垃圾分类志愿先行 家中用电需谨慎 使用炉灶需照看 观众朋友晚上好 北京时间20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 今早国家统计局披露了 8月份的整体经济数据 如何解读 还有就是在盘面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周期金融科技 它在这种应该说结构分化的这个过程当中 强的还能继续强吗 还有在下面埋伏的这个低位的 我们可以去关注吗 这也是接下来我们聚焦9月份这个行情 接下来要和三位嘉宾共同探讨的问题 三位嘉宾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秦简 欢迎您 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张金硕 欢迎您 还有我们市场人士 这个顾佑金 欢迎您 那这一时段 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 包括我们的微信平台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对后市的行情如何判断 包括在我们刚才说到的结构上 有哪些新的看法 也可以和我们及时来互动 刚才提到了国家统计局 今早发布的数据显示 8月份CPI同比上涨0.8% 总体平稳 PPI同比上涨9.5% 环比上涨0.7% 主要是受到了煤炭 化工和钢铁等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 PPI和CPI减刀差继续扩大 那数据公布之后呢 煤炭 钢铁 稀土 水泥 有色等 周期资源类的板块 出现了一个全线大涨的格局 像陕西焦化 陕西煤叶 眼周煤叶等都创出了历史新高 而宝钢也创下了 13年以来的一个新高 而护身两市指数则保持一个 致埃浮振荡的格局 两市成交还是在1.43万亿 环比稍微有一点下降 北向资金的净流入是26亿元 周期资源品进入了一个主升浪 那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 对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整体宏观数据如何解读 还有就是周期金融 包括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们看看他们的观点 秦简非常欢迎来做客 有好多人说等秦简来 其实从今天我们看到 旁边的情况来看 尤其是经济数据的状况 8月份PPI同比上涨9.5% CPI是上涨0.8% 这种减刀差再创历史新高 怎么解读这个经济环境 解读就是CPI 这跟两个东西的构成有关 CPI主要是就是 我们是以食品为主的 一个CPI的一个通计方式 应该说是比较幸运的是 就是说在去年的那个疫情的情况之下 那我国跟其他国家一样 也放松了这个货币 来这个对冲这个经济的问题 但是比较幸运的是 我们的猪周期正好和 经济上的这个疫情 这个周期正好是错开了 错开了 也就是说到今年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猪肉价格 正好是处在一个 下跌的通道里面 而且到目前为止 看那个母猪存栏 和各方面的数据来看 猪价也没有到一个 反转的一个位置 和时间都没有达到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概以食品为主的这个CPI 当然是涨幅是相对是比较有限 而且看今年的这个消费股的状况 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疫情毕竟是对一些居民的收入 还是产生了一些稍许的影响 所以在消费品上 下游中下游的传导能力 并不是很强 所以CPI相比较低迷 那CPI呢 和我们传统的 大家看到的PPI上涨 工业品的原材料上涨的逻辑不同 就是大家可能今天看到 有一个煤炭化工钢铁 好像有色都在涨 但其实 在我们的角度上看 目前的上涨和过去的那种 大家看到了07年的大牛市 那种上涨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 因为当时是一个经济过热 产生了一个需求高涨 需求端拉动的原材料价格上涨 或者说经济复苏的情况下 带动了原材料上涨 而我们现在这个PPI高涨 和部分的 期货产品的价格高涨 它其实和供应是有比较大的关系的 它不是需求测 也就是说 它不是我们传统上那种宏观逻辑上的 煤飞色物 它更多的是细分到每一个子行业 然后里面由于供应的状况 尤其是在碳中和的一个大背景之下 对某些特定品种 这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煤和铝 它是因为供应受限 导致的微观上的这个价格 这个产品价格难以抑制 所以上涨 然后带动了一个整体 另外化工这一侧 就是我上次做节目说的 就是说 新能源的产业链 包括就是新能源汽车上游 比如说磷酸铁链 大家去看 体会的几个赵 比如说光伏上游的龟 对吧 它都是在前期的成长股的赛道上面 然后β类的资金 因为成长股那边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代表性的个股 可能满长时间没潮心高 那么找不出一个创新高的这种走势 那么大家就会去上游去撸一把这个快速的这种东西 所以正好两个凑巧了之后呢 都把焦点聚焦于上游 所以今天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东西都在涨 但是其中呢 都是有各自的微观逻辑 不可一概而论 就是有一些它是 因为不像过去那样 就是你凡是买个原材料 凡是买个什么东西都能涨 我觉得这个想法不要有 那个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好吧 所以这个是现在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现在盘面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我们边解读经济数据的同时 也能从盘面当中看到盘面直接所反映出来的 这个对数据的解读 今天这个行情应该说跟数据是息息相关 我觉得没有这个数据 可能也是这样 还是这样 因为说它是 它反应了 它是因为微观逻辑导致的 然后从这个煤炭的这个强势 从期货的强势 股票的强势上 包括铝期货和铝的股票 然后再推导到 就是大家觉得成交量比较 因为现在全市场成交量很充沛嘛 大家一定要找点机会去做 而成长赛道那边呢 有满长时间没有一个特别强势的表现 就是三大赛道嘛 芯片 新人员 光伏 三大赛道 大概有一两个礼拜 没有很好的一个连续的表现了 那这个时候资金总共要找地方 那这个时候有煤炭和这个去带头 那么大家就发起了一波挖掘这个 相对比较便宜的 或者说估值不高的这个 有色跟这个反正周期品的这种上涨 但是你要知道它 主核心的是在那些供应受限的品种上 而这些供应受限的品种呢 它最大的风险不是来源于市场 不是来源于我们这个资金 大家说什么 充高回落啊 或者说什么获利回土啊 不是在这儿 它最大的风险来源于政策 就只要政策那边不出大的问题 它自身的逻辑 目前来看没有问题 但是它就是其他的人是跟风 这点是要比较要有清醒的认识 其实新硕 刚才我们看整个市场成交量的过程当中 也提到 已经有快40天 是在1万亿以上 1.4万亿左右 前两年到过1.7万亿 就现在大家普通的投资者会说 现在成交量这么大 普通散户是跑步入场 好像有人听说 有好多多年不联系的 也说 是不是能交流一下 现在这个行情的基本情况 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吗 如果有的话 现在整个市场的系统性 是处于一个 我们说这个慢牛 还在继续 还能继续 还是说在这个位置要当心一点 我们在这怎么看 首先市场上是有增量资金入场的一个迹象的 这个新闻比较早了 就是我们看到 券商营业部的保证金暴增5% 那这一个的话 大家可能听起来觉得 5%的这一个增长比例 好像也很普通 但实际上的话 一家营业部的资产怎么着 也得过10个亿左右 所以说也是突然打进来很多钱 所以说的确是有这一个资金入场的一个现象 而大家其实一直对于整个指数的担忧 就是觉得逼近了春节前的一个高点 这边是不是压力比较大 后面的钱给不上 实际上我认为这种担忧的顾虑的话 其实还是对于当下市场不够乐观表现的 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从成年以后我们一直在正当的市场中做 所以我们会认为整个行情的话 实际上是行情的中继 它不是一个尾声的一个迹象 这边的时候整个指数的运行 从结构上一直是 基本上贴着5日线的运行 基本上没有过大的一个回调 而在板块结构上面来看的话 大家可能会觉得缺少主线 但实际上在我们看着的话 主线还是有两个赛道 一个主要的赛道是中组的一个赛道 还有一个赛道的话 周期的一个赛道 那么周期的话这边其实我们想说 在当下这个位置 还是有一些顶部的迹象 我们也不敢轻言说周期品马上结束 但是的确出现了一些顶部的迹象 第一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这个焦煤焦炭的这一个期货品种 实际上在这个星期刚开始的时候 空头已经完全爆掉 然后反向平仓 整个期货里面的这个持仓数量出现了明显的减少 而且是多空都出现了一个双方的减少 所以说实际上是有一波这一个期货上的一个加速 而在个股上面来看的话 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一部分资金 觉得借着这个数据的公布之后 封板的态度反而不是很坚决 总交易上也有一部分的资金从周期上撤退 那么在今天收盘的话 比较有意思的是起来了这个军工的一个板块 而且军工板块拉升是 也有人问是反弹还是新行情 军工我会认为是行情的中继 也是中继 对军工已经不能当一个传统的重资产的公司来看了 可能更多的是按一个成长的一个数线去看 那么我认为军工的每一次的调整 对中长期投资人而言的话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走进下来看 我觉得当下市场行情主线是有的 但是这个主线不是过去半年 我们所熟悉的赛道 所以大家会感觉到这个行情很陌生 从而产生一些畏惧的心理 但如果你去回看主赛道的公司的走势 和指数的走势的话 其实是非常平稳的上行的过程 我们认为后市的指数依然还有很大的空间 既然说到这儿再回问勤简一句 刚才没有回答对市场的整体判断 有人问 请问一下勤简 今年下半年4000点会到吗 这是对上证的 接着还问 请问一下对科创50指数后市怎么看 近期跌幅挺厉害的 中长期这个板块还有机会吗 北交所开了以后 科创50冲击大吗 科创50是否在未来 成交量会逐步的缩小 指数上我延续前两次来的观点 我前两次就说上证会向上走 创业板会向下走 但我延续这个观点 我觉得还会这样走 上证还会继续往上走 当然当中会有一些 大家都会有一些震荡 或者有调整都很正常 我觉得上证是震荡向上 创业板继续震荡向下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至于会不会过四千点 这个问题 我停留回答的 就是说因为上证指数 现在的权重特别的杂 我说句老实话 就是简单讲 就是这个里面有人会涨的 有人会跌的 这个到底他对冲最后的结果 是什么 心里面比较没说 但是大方向上 整个四季度呢 应该都是往上走的居多 就除非冲的比较快 比如说你过了春节前的高点了 然后会有一个调整啊 这种事情我觉得是正常的 但是在大方向上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 至于大家说高点的压力 我觉得是心理上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春节时候的那个高点的 冲关的股票 到现在还在 还在很低的地方 就是你就会长 因为这个结构化 是结构化的太厉害了 就是长的东西 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说按传统的那种什么 到这个地方套牢区了 没有人没有套牢区 那个套牢区股票还在地板上 对吧 这个是因为整个的市场呢 就是说我也听到我们节目里面 有一些嘉宾就是跟我的 也这地方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年初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当时年初是怎么说的 就是春节那个时候 我跟杨子说会有一波调 当中会有反弹 然后到四季度 不像一八年 它会再会上去 主要的大的这个指数 就是会在四季度 那我们 我看了一个说明叫分布 叫分布全面牛 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 就是我们其实现在从 上阵的大结构和上阵五零 或者说湖顺栅卖 整个的大结构上 从2440开始 它其实就是走在一个 一段一段一段的 一个大的牛市环境当中 大家只是不适应的是 它每次只长一部分人 就是它每次只长一种风格的人 比如说前面有一段专门涨消费 那么有一段专门涨成长 那现在可能它回来 专门涨周期 那后面会不会有一段 专门涨基建 专门涨金融 它都可能每一波 都有人轮到 但是我觉得你做好 自己分类的东西 做好自己熟悉的东西 尽量去不要去 跟着别人的风头去追高 或者说尽量不要 在回撤中有多大的损失 那我觉得你都能分享到 这个这个结果 所以我最后就说四季度 对于主板 我们还是抱着一个比较 好的一个信心 就当中即便有调整 我觉得我说的 那个几个条件 都吻合的话 不会有大的系统性风险 我们回顾一下 还是三个条件 成交量 成交量 对吧 我从那个时候 开始说到现在 它成交量就是一直很好 成交量 然后是人民币 对吧 最后一个是外盘 到现在其实 这几个条件 它都满足 那我们还是要坚持一致性 那还是按照 延续原来的看法 好吧 其实现在你说外盘 大摩高盛美银 现在集体看空 其实如果一家两家看空 就是光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一家两家看空 其实危险性还算有 如果集体看空的话 从我们角度上来看 这种可能性不高 但我们看到的 这个外盘的 目前的情况 其实我还是那个观点 就是大家一路都在说 美股比较担心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看到 它调整的迹象 到目前为止没有 如果我看到了 我有能力去分辨的话 那我会提醒一下 到目前为止 我确实还是没看到 有可能会有小的波折 但是没有看到 大的这种下跌的迹象 好吧 刚才有不少朋友说 请这个勤简说说券商 我们留到节目结束之前 不能再说 这个互动时间 来看看 永青 那今天我们看到 整个市场 大家怕整个技术上 出现一些背离 那能不能看看 在技术方面 给大家对未来 两个市场 就是上证和创业版 各自方向的判断 好的 有背离 如果说有背离的话 可以然后的话 明确说一下 到底哪里有背离 因为目前来看 我们并没有看到 特别明显的一个 背离的一个情况 无论是从量能也好 包括从指数的一个 结构来看也好 我们只看到是强 很强 超强 我们从资金面的话 我们会看到 整体这个市场 大家会担心 这么大的量能 市场今天长成这个样子 后面还能涨吗 我觉得就是不要单纯的看 现在这种量 我觉得是比较温和的 而且不算是 很极端的一个量 给大家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9月8号的 一个两融的一个数据 两融数据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两融的交易额的 交易量的话 是1400亿 市场的话 两市成交量的话 是1.4万亿左右 那么也就是说 两融的交易额 仅仅是占 市场的交易额 只有10% 那么一般来讲 如果说市场 非常疯狂的时候 那么这种交易额 它会达到20% 头部的话 基本上在25%左右 所以说现在 这种两融 这种数据的话 说明整体这个市场 其实根本没有 到达疯狂 就是说 还有很多的资金 可以加得上杠杆 如果说杠杆 还能够加得上去 那么整体这个市场 我觉得就 谈不到什么 背离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 它现在就是 很结构化的 这样一步一步的 非常稳步的 在这样一个 往上去 去进行这个运行 那么 像刚才那个 说那个什么 4000点 能不能看到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 和秦老师想法 就是4000点 今年能不能看到呢 我们确实不知道 但我觉得呢 就是说 在目前这个点位 我们看到 创年类新高的概率 还是非常之大的 创年类新高 我觉得还是非常大 因为从现在这种市场 短期性的结构来讲 第一它市场有热度 有热点 同时的话呢 市场 而且它启动的一些品种 它都非常符合于产业 它的可以说是 它非常符合于 大的资金的 一个责股的这种方式 价格低 估值低 然后的话呢 又有利润 又有业绩 哪怕是说 现在的这个 这个煤炭 周期等等 这些品种 这些品种 这个上涨 我个人认为的话 应该说是和 今天的这个 PPI的这个数据 是直接性的一个相关 9.5 同时的话呢 环比增长 0.7% 远远是超出了 整体市场的一个预期 所以说今天 钢铁煤炭 有色 大幅度的一个上涨 我觉得就是因为 这个PPI的一个原因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其中分项数据的话 像能源 是环比数据 是涨了2.4% 有色 环比数据 是涨了1% 这些数据的话呢 其实都是比较超市场预期的 都是显示呢 目前的这个商品价格 还在往上去走 当然了 就是说我们要提防的话呢 是什么呢 提防的是 就是说可能在商品市场当中 突然之间出现的一些 这个事件性冲击 出现一些变化 造成这个股价 可能会形成一定的一个影响 但是呢 从现在来讲呢 其实这种短期 这种热度 应该说呢 还是挡不住 而且呢 我们再从这个 从它目前的一个盈利 和它的一个估值情况来去看 现在我们只能够说是 动力煤也好 焦煤也好 就是说 趋于一个牛市的合理性的 这样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做过分析 然后我们看到 就是说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 也就是说 16年的时候 当时的煤炭的一个 一个估值的话呢 基本上动力煤是在 10倍到12倍左右 焦煤在15倍到20倍左右 那么现在我们去看到 这动力煤的话 基本上就在11倍左右 所以说呢 就是它趋于合理 但并不是说是 就是说现在长成这个样子 说已经是很高了 如果说你再去和 再上一轮的 就是说零几年的 这一波牛市去比的话呢 现在其实可能还算是低 那么我只能够说是 现在这个位置 未来如果是看再远一点的话 这种供需不均衡这种情况 如果再延续的话 未来可能还会有很大的空间 但现在如果说 我们把现在这个位置 去对比16年的话呢 或许已经是合理了 可能市场当中会有一些资金 会选择短期性撤退啊 或者说先出来观望一下啊 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所以像这种当中呢 就是你把短的 我觉得现在可能会有震荡 长的可能会来 未来还会有些机会 而且其实我们在看到 像现在一些中字头的 还有一些电力的建筑的 我觉得都非常符合于 大机构的一些 折股这种方向 谈什么 我觉得现在来讲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 把握住市场震荡的机会 积极的呢 跑步入场 因为 还有一点 我们集中 跑步入场买什么呢 就是买位置 比如刚才这位老师讲的 很好啊 中字头的 电力的 建筑的 这些固执的话 现在就只有十倍左右 其实都很便宜啊 位置也都刚刚起来 还有很有趣一点 昨天和今天 大家可以看到盘中 每一次想要出现一些下跌 跌不下去啊 很多资金的话 马上就冲进去了 带动周期 今天尾盘带动军工 你看一轮一轮 刚才秦老师讲的 叫分布式牛式吧 是吧秦老师是吧 分布式牛式 我觉得这个 这种讲法是很对 因为讲光伏的分布式 因为它其实就是 市场就很稳的 走一段 横一段 然后的话 一个结构性热点出来 我觉得大家的话 其实在这个时候 其实应该轻掉 指数 指数的话别去看 就看现在市场热度在哪里 景气度在哪里 资金在往哪里 你就往哪里干就可以了 既然说到了这个话题 本来我想接下来 我们讲周期啊 讲金融啊 讲科技 那我们换个方法问啊 就是顺着永静这个话题 现在是跑步入场的时候吗 现在如果跑步入场的话 我们在相对稳一点的啊 中性啊 不要太激进 也不要太这个消极啊 中性的这种策略当中 我们应该跑步入场 往哪跑 来 我请新硕和这个 秦建宇来回答一下 这个问题 既然说到这儿了嘛 因为刚才 永静告诉大家 跑步入场 新硕同意这个观点吗 先说 这个 还是不要急着跑吧 别跑 你的意思是说 对 再看看 机遇如果有的话 在当下永远只是一个起步 如果太急的话 你比如说你上错车 走错路 其实风险也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 其实我觉得整个指数 大家都认为还会往上走 但是在这个方向上 我就会觉得周期 你在现在进 我并不会觉得 你跑步入场 是去赚钱 还是去送钱 这是两说的 如果是像 刚刚提到的 中策略的个股的话 我可能会和 郭老师一样 我觉得这个题材的话 如果从 当下资产重工的角度来说 适合去介入了 那么如果你愿意 中长期投资 A股市场 成中长期的投资 那么消费和医药的话 这些在底部的 我们说 和之前的点位相比 都二三十了 那这种的话 你如果是长期做 那你也可以跑步入场 就是你对于不同的板块 对于不同的位置 你可能还是要 持有不同的态度 跑步入场 入策的方向 可能影响会很大 在这一块 我可能觉得 这个跑步有点急了 因为你毕竟指数 3731的高点 不同意 对 你还是等一等 等一等再说 因为有人说 像中国电键 已经几倍翻好了 咱还敢跑步入场吗 当然 就是我们是用这个命题 来告诉大家 现在整个市场的 这种环境 请见 我觉得 入场的话 可以入 我觉得还是可以入 就是说 反正我说的就是 我看的是一个 我说的是跑步入场 如果可以 去哪里 跑步入场 你为什么现在要跑呢 你早干嘛去了呢 我就觉得挺奇怪的 那我就简单讲 比如说 你上次不是叫我 勤劝商吗 我们不是说 等涨起来 再叫你去买的 对不对 我当时也说了 就是说 搞不清楚 你就买ETF 我们用ETF 现在省去了 很多选股的一个麻烦 但其实 一个八月 一个九月到现在 其实 全商板块的涨幅 也还对得起观众 还算可以 对吧 我们当时 三月中 下旬第一次 起的时候 其实当时 全商指数上来说 就是最低点 我给大家讲一下 大概到昨天 我看了一下 全商板块 全年涨幅 正好 打平 就不涨不电 平涨 就到昨天 那么就在当时 我们其实买的时候 其实正好是 那个下引线的 那个 下面的那个店 对吧 那么当时也是一个 比较稳妥的 一个稳健的 一个按照后续 发展的逻辑的 一个看法 对吧 那只是你需要一些耐心 那现在 对吧 你全年的涨幅 比较少 我看一下 比如说煤炭 大家知道 全年涨幅 现在是多少了吧 在100以上 煤炭指数 在100以上 对吧 当然我不是说 它不会涨 我这个要讲清楚 我就说 整个像煤炭 或者铝这种品种 我觉得它主要 重要的风险 来源于政策 就是如果是 市场化手段 无法调控的话 它的最大的风险 来源于非市场化手段 就如果这个不出来 按目前的逻辑 和供需状况 它还有理由 继续涨 股价 也不能说它算贵 因为毕竟产品的价格 涨了很多 对吧 所以说 这个 你做的什么事 承担什么风险 自己心里面 亲属就可以了 但是即便那边 遇到问题了 但由于整体市场 它的 我们说整体市场 一个流动性 比较宽裕 然后呢 房地产交易 大家可以看看 上海和深圳的 二手房的成交量 受到限制 整体的一个大环境 是非常有利于 居民的财富 开始 我们一直在谈的 从房地产 往全一市场转移 其实现在 这几年的市场 慢慢慢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风 其实这个风向 是比较明显的 包括前两年的 基金的大卖 对吧 到现在的股票市场 开始放量 对吧 从各个方向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资金 往这个权益类市场的 这个汇聚 所以在这个大方向上 它不会改变 即便有一些板块 受到了影响 但由于我们现在的市场 是一个超级风化的市场 就部分的板块的影响 它并不影响 整体性的一个市场 你这边不能做了 大家还会转到 另外一边去 我们可以看到 热点几乎就没有断过 前有主赛道 过了两天 变专金特新 然后再过两天 对吧 我们现在突然又 看到了周期 然后久不动的中字头 也开始行动 大家注意到没有 其实银行股也很久不跌了 大家注意到没有 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其实我们银行最低的时候 大行的分红率 已经达到了 国债利息的两倍 注意到没有 就是大行的分红率 达到了国债利息的两倍 在往往在 我们的这个价头的眼里面 就是国债利息两倍的分红率 往往是价值股的 绝对的一个低点 所以比你纯银行 肯定要强很多 所以种种的例子都表明了 就是入场肯定是要入的 来得及吧 肯定来得及 然后看你有什么选择 我说这是一个分布全面牛 你不一定非要把每个热点 都是追在最高的地方 我当然承认啊 无限风光在前风 大家注意到没有 所有的股票最疯狂的时候 一定是清高以后 而下面的人一定是 蛮波折蛮坎坷的 所以这个是看你自己的选择 好吧 其实秦老师 我再追问一句 如果是你刚才说 分布是牛市的话 什么样的方法最合适 因为你刚才那意思 好像回答大家 不管你怎么做 总有一款适合你 就是整个市场 到处有机会 那我问你 那么多热点 咱们比如说 哎呀 专丁特新来了 咱们是盯着专丁特新 这个最热的东西 咱们追不上 咱们找一点 靠近热点的 温和一点的 我们去做 还是说 你刚才说了 我就看好券商 我就埋伏在券商当中 我相信有一天 他的市场机会 给我的信仰会有一个匹配 会给我一个结果 我就守着 这两种 我觉得呢 是这样 每个人要看 就是你要对自己的 一个能力 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评估 绝大部分的人呢 是这样 就是 我觉得 我前面看那个 今天是周四 我看周三节目来的 那个基金经理讲的 就非常好 任相动 对 他说 你熟悉的行业 你可以去做左策 你过去在这个行业上 有比较很多成功的经历 你对行业特别了解 你可以说左策 或者说便宜的时候 你按照你的这个想法 去埋伏 去做 去等待这个后面的逻辑的巴叫 可以的 但是对于你不熟悉的行业 你也没有什么过去成功的经验 我们就像我们说的 你一定要服从市场的安排 你要尽量的去做右侧 你尽量的是要跟着市场去 去做 对吧 而我对大部分散户的了解呢 其实我 绝大部分散户是没有什么特别擅长 了解的行业 那后一句话就是 可以按照小蕾说的那样 你可以选择就是你看到哪个东西比较火了 你把这个功课做好 就是哪一些资金经理是比较擅长目前的 这个热门的东西的 当他刚起来的时候 你去找这个资金经理 你去买他的产品 然后让他去帮你去做一个 这方面的一个配置 我觉得会比较合适 比起你自己去乱追 自己去乱找 然后不知道这个节奏 不知道轻重 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比较好 所以这要看你对自己个人能力的一个评估 对于觉得散户呢 我觉得散户比较擅长的是什么呢 就是跑得快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跟着成交量走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对吧 包括这个板块 比如说 包括成交量 对 比如说最近大家发现没有 上证的成交量 在两个市场当中的占比 不断地在提高 就有一天打到上午 一上午八千亿那天开始变了 对 它开始提高了 就原来两个市场呢 一直倾向于深圳 那比如说这今天比较很密 上证指数是放 比昨天多了一点 而深圳指数是比昨天少了一点 创业办指数还明显的有下降 所以你看成交量的方向 然后看你做什么热点 相对来说呢 会比较好一点 好吧 当然这个几句话也说不清楚 而且往往是有些事情 提前说呢都不信 到了那个时候呢 又会比较尴尬 好吧 其实今年说好做也好做 因为回头一看 某些结构性的品种 它走了一年的牛市 但是说难做也难做 因为它是这种曲折的向上 那你可能在某一次曲折过程当中 可能你就被震下了车 好的 那我们对整个市场 系统性的状态 给大家做了简单的分析 那稍后呢 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聚焦的是 关于这个绿色电力交易试点的情况 电力股的上场 还有没有继续的这个逻辑 我们一会儿继续和大家聊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当下阶段 你更需要理性交易 盲目抄底 不可取 现在就将帮你解决问题的 底部思维交易法 免费送给你 从四大维度提升你的交易能力 现在立即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二维码 现在扫 马上就能免费领取 拿到底部思维交易法 你会发现 它可以帮助你选出 穿越牛熊的低估值板块 教你快速找出 反弹持续性较强个股 同时识别出起涨点 还可以实时监测资金流向 从四大维度 注意把握当下行情 避免踏空 简单易学 尽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免费领取 抢先使用底部思维交易法 早一天做聪明交易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不能一看涨了 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 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 好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新华车报道 9月7号 绿色电力交易事点正式启动 首日达成交电量79.35亿千瓦时 预计呢 将减少标煤燃烧243万吨 那减排二氧化碳607万吨 那么根据政策文件 此次绿色电力交易 以风电光伏等产品为标的屋 那未来呢 将拓展到水电等其他的评价能源 另外呢 采用正电统一模式 绿正和绿电同步交易 由此呢 本周电力股表现强劲 那么未来是否会有中长期的这种逻辑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各家机构的观点 先来看的是生万红元的观点 生万红元认为 碳中和重塑电力行业格局 新能源运营商价的价值全面充股 另外呢 火电转型提到了华润电力和中国电力 运营商提到的是龙元电力和三峡能源 这段时间可能大家关注三峡的人特别多啊 我看到大家问的也特别多 浙商证券的观点认为 十四五风电需求有望大超预期 看好整机以及核心零部件 那各股呢提到了日月股份 运达股份 还有新强连 那永青 我们来看一下 从目前绿色电力交易启动试点的情况来看 电力是不是也面临着一个重估的一个状态 那肯定的 因为呢 其实说这次绿色电力的话呢 然后是首次呢 得到官方的这样一个认可 而且呢 绿色电力呢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天呢 成交量的话呢 就达到了好像是9.11千瓦时 同时呢 主要是呢 它绿色电力的一个电价和对应的这个标杆电价相比呢 是上涨了 就具体的数据的话呢 到底是三分钱还是五分钱的话呢 就是说 我下次记不清楚了 但是呢 它具体呢 是出现了一个涨价 这样一个过程 这显示呢 是市场呢 是对于这个绿色电力的这样一个认可 所以说呢 我们觉得呢 这个呢 是对于一些传统性的一些电力商的呢 它有一个重复性的这个机会 同时呢 还有呢 就是说 对于整体这个行业当中来看呢 那么其中的相关的 像这个智能电网啊 包括呢 还有新能源的一些运营商啊 等等呢 它接下去呢 都有可能会去请用这个授益 这个绿色电力的话呢 我自己觉得 就是说 它其实是 是一个 就是说 碳中和或碳交易的这样一个延伸 那么尤其一点呢 就是 它对于一个过去 大家市场的话 把很多过去电力股的话呢 认为它就是一个 比较传统性的 就民股实债的这样一种方式 把它的估值定得非常低 但现在如果说 是有涨价这样一个预期存在的话呢 就是能够提高它 提高它的一个ROE 所以说呢 它的一个估值的话呢 就被拔高了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这些品种 其实在很多年 已经是没有涨过了 之前呢 可能是因为 煤电联动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呢 很多的电力股呢 它其实本身因为 不大愿意去发电 而且都是亏的 现在呢 比如说有这样一个 涨价的这样一个预期存在呢 或者说有这样一个 事实存在的话 它都愿意去新银发电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是针对于 整体电力市场的 一个重大性这样一个利好 那么它目前来讲呢 仅仅是看到的 好像是宁夏那边的 那么未来可能 各个地区的话呢 它都会有一个绿色 绿电交易的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这个市场 可能会非常之大 那么我们国家的话呢 也在不断地在鼓励 一些清洁性的这样一个电 这个电能源的 这样一个使用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说我们简单来 如果说我们把 这个光伏风电 和这个锂电 去进行这个对比的话 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自己觉得 锂电的话呢 它可能更多的像2C的 因为它对应的下一个的话 都是这个居民使用的 比如说像电动车啊 或者说手机啊等等 我觉得光伏和那个 包括这个风能的话呢 它对应的是2B短的 所以说呢 它其实受益的 就是电力厂的话 它有点像新能源汽车 所以它的估值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有 重新再拔高了 这样一个机会存在的 而且呢 现在其实从整体 这个产业路链路当中去看 光伏已经比较高了 风能的话呢 包括电力设备 包括电力的话呢 其实市场 其实没有发掘透的 这段时间 市场其实 除了像周期股之外 其实现在来讲 对于一些电力性品种的话 也在慢慢地 去进行这个挖掘 那么像中国电键 包括已经是有什么 BIPV这种概念 还有这个储能等等概念 现在很多的一些电力股 如果说我们去看 这个中报的话 也可以看到 它的业绩呢 其实也都是增长得非常厉害 有概念 有业绩 再加上呢 又有政策性支持 再加上长期性不长 所以说呢 我觉得在接下去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批品种 应该还会有很多 新的一些机会存在 其实您刚才提到 那个电力价值 的一个全面评估 对 那我们现在对这个整个市场当中 这种火电 水电 风电 核电 就是说它如果总都归纳到 这个重工的这个范畴当中的话 那谁会最受益 那我肯定是风电和光电了 光辅了 因为这次绿色电力的话 交易的话 就水电先没有归纳在这个其中 主要交易的品种是 是这个光能和这个风能 核电的话 我们也没有看到 所以说的话呢 首先受益的话 肯定实现是光能和风能 其次的话 如果说是把水电 或者说把核能 把一般纳进去的话 我觉得也有可能会有 那现在来看呢 其实现在市场 其实对于这个风能的话 光辅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预期 已经是比较满了的 但是呢 风能的话呢 市场其实预期 应该不是特别满 尤其呢 是这个风能 现在的这个制造成本 在逐渐进的一个下降 它的一个上网的 一个电价的话呢 已经是可以去掉补贴了 那么同时的话呢 由于这个生产成本 它目前来讲 它可能是通过 这个量的一个方式的话 它能够去进行这个弥补 所以说 我们来看这个风能 整体从风能的整机也好 轴承也好 包括还有它的一个 系统集成也好 我觉得市场对它 有一个重新在挖掘 这样一个过程 现在来看 我们从二级市场去看的话呢 也都已经是打出了 部分品种 已经是打出了 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新高 这回过了 又要想到 就是说很多的投资者会说 现在如果说 要去追什么东西 我觉得第一的话呢 你要有信仰 你可能去追一些 成长性比较好的 第二种呢 就是极有侧 就是说打出一年 或两年新高的 这些品种的话 你可以去进行做 那么这种品种 当然是有很多的 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风能的话 我就是正好是 插一句上讲一下 好的 今天我们也对这个绿色电力交易 试炼启动 围绕这个话题 我们来聊了这个电力板块 供大家来参考 好的 稍时休息 一会儿呢 请几位嘉宾来回答问题 那新说呢 给我们准备一下 中字头个股未来行情 因为之前您提到过 还有对这个半导体芯片 未来怎么看 四季度有没有行情 这个你之前也有一些观点 那这个勤俭呢 给大家准备一下 关于量化 对我们中小投资者这个冲击 我们在观念上 要做哪些准备 好吧 好 我们稍时休息 一会儿看看大家 还有哪些问题 一会儿见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啊 不能一看涨了 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啊 是专门用来捕捉 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 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 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就可以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迷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炒股多年 还没有自己的实战操盘体系 别急 主力机构操盘术 将主力机构的操盘方法 融会贯通后 在化繁为浅 提炼出适合实战的操盘方法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立即领取 主力机构选股逻辑 基于系统的投研体系 加估值体系 加交易体系 加风控体系 利用资金优势 构建了系统化投资策略 因此做股票 跟对主力机构很重要 主力机构往往主导了 各股行情走势 买卖过程包括 建仓 洗盘 拉高 出货 等各个环节 自建主力机构筹码柱 轻松识别机构资金动向 红柱代表主力机构吸筹 绿柱代表主力机构出货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立即领取这份 主力机构操盘术 有了主力机构操盘术 或许你也能够获得交易成功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时间 那请见刚才也有人说了 就是量化这两天整个市场 大家的关注非常地高 对 我知道大家为什么担心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两个市场那天 就是开始放比较大的成交量之后 很多人就感觉到比较恐惧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消息传出 说是有最初的一个报道 有人传说是量化交易 占到全市场的40%到50% 好 这个就 其实当时我们看了就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 就是一般来说量化是不可能达到全市场的40%到50%的 什么达什么较量 就我有限的一个对量化的了解的知识来说 就像美国这样的市场 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大家首先要知道量化是大概是怎么做的 基本上它是分为各种不同的错误 然后把衍生品和正股之间的走势做对冲 我知道现在今年相对做的比较流行的 做的比较好的都是和就是500指数 大家看到那个500指数 然后呢500和1000这样的一个品种 然后加上那个个股的一些程序化去交易 然后这种东西会会比较多数 一般来说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最多最多20% 最多最多20% 而且大家要理解啊 一个市场不存在因为量化交易而放量 这是不存在的 量化交易是随着大家交易的成交量放大而放大的 就这么说吧 大家觉得有人说这个量化交易达到40% 比如说两个市场交1万亿 那么就是4000亿就是量化交易对不对 那么市场数量到4000亿 是不是别人都不交易了 只剩下量化交易4000亿 自己打自己 不是的 就如果说你说量比如说你到4000亿了 那么量化交易在里面还是可能占比10% 甚至因为机会少 它可能比10%还要少 所以量化是不会决定成交量的放大和缩小 也不会决定趋势上涨和下跌 但是它会放大波动 放大波动 大家理解意思吧 就是趋势性会变得更强 这个是量化交易给市场带来的影响 目前看到各方来的数据和证监会的一些通报 那目前量化交易的占比在全市场的量还是比较安全的 是正常的 也是一个市场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 而且大家也不要担心量化交易一下子会变得特别大 造成什么股债什么这种情况 这些做量化交易的公司到达一定规模之后 它的换手率自然会下降 而且它自己也知道会控制规模 因为规模越大可能对冲越难收益会越低 所以暂时这个问题我觉得 只是大家心理上的一个恐惧 还没有对市场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好吧 来信叔 刚才有人问中字头的个股 在未来还有没有发力的可能 我觉得首先大家对于指数和中字头的关系 可能理解不是很深 因为上中指数核心构成是看流通股本的 流通股本这个东西市值越大 股价越低股本越多 那么在指数的权重会占的相信来多一点 而如果你一家公司的这一个十大股东 持股比例比较大的话 其实你的盘子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交易型的资金进来之后 会对于这种相对来说 就是盘子没那么大的个股 产生很大的推动 所以说从最近的交易趋势来说的话 基本上这个增量市场之下 中字头个股在交易结构上 是保持了高度的健康 不断的资金入场所抽 所以说会呈现着 沿着五日线加速的状态 另外的话中字头除了技术面 和交易面的资金之外的话 我们还看到基本面很大的变化 刚刚有讲过这个电键 我们讲另外一家公司 中国化学 做新能源 做材料 它实际上三年研发投入 接近100亿 然后它每年的增速 研发投入大到20%以上 而且它的订单 增速大到40%以上 这做的就是一个 中字头的一个企业 所以说它其实与大家 认知不太一样 真正相对来说 无论是技术 研发储备 无形资产 还是当下的 大家非常关注的 什么PEPB 它其实都处于相对来说 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这类的公司的话 你对比那种万亿千亿的 百倍的公司来说 技术储备其实是不差的 另外的话 其实从本身公司资产存量的一个估值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还发现还有另外一个逻辑 就是大家当下 看到经济这个走势 其实觉得下半年可能会有很多的机会 比如说地方债发行的加速 那么这一块的加速是一个方向 另外的话 其实基建出海的逻辑也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因为在目前地球上这个技术水平来看的话 在基建水平 那么中国企业无论是性价比还是 施工能力以及施工高度的话 全部位于绝对的第一梯队 可以说如果我们去搞建设的话 这个无论是竞标还是最终的效果来看 那么中字头如果将来的这个市场 不仅仅在中国的话 那它整个现在大家非常困扰的 比如说我现在给你八九倍的固执 不就是因为你这个行业的总数百分之五六吗 那如果我现在打开了一个新的市场的天花板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给予更高的固执 所以说它的资产重估 一个方面有资金和交易的一个确认 另一方面的话 从未来无论是它本身的技术储备和资产储备 还有它未来的一个市场的天花板 都出现了一个逐渐放大的一个状态 其实刚才也对这个中字头个股 就是整体它未来外延式的 在海外市场这一块的 如果市场能有拓展机会的话 可能会给估值提升这一块这个逻辑 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 当然了中字头这一波应该说 也可能是资金 就是头部就是这些赛道资金溢出之后 它高窃低过程当中的一个出口 我们只是在观察 好 那请柬能不能简单说说对白酒的看法 因为刚才有不少朋友说这个白酒啊 最近好像茅台还不错 我再说一次没有调整好 我还是这个一点没有调整好 就这一句 即便主板又往上涨 白酒会有一些短期的反弹 但从大的结构上来说 没有见到低点 而且我们觉得随后反正会有一些基本面的变化吧 总之我个人不看好白酒在这里作为比较好的交易型品种 我是不看好的 投资我觉得暂时现在也谈不上 来 新硕 对于半导体芯片 因为之前你也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从科普到这个行情变化 对 上次我们讲 就是大概有一个月之前久了 我当时说半导体已经进入到80分了 最后20分打满就撤了 现在来看的话 就的确是一个下降的过程中 但是很遗憾的是 我知道有很多人想要去超半导体的底啊 但实际上这个底应该暂时也没有到来 一个方面的话是 当然当下市场依然还是缺新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发现大家涨价的动力没了 就是你发现代工厂给其他的下游厂商开价的时候 他不敢加价了 这是第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的话 其实随着整个芯片的缺新的状态 其实它有一部分是疫情的影响 很多车厂开始停产 你现在的话 这个市场的一个增量 是不是能突然转移到你这边来 目前第一个是有难度 第二个的话 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等 疫情这边全球解封 整个芯片恢复供应的 加速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大家会重新拥抱这一个芯片股的这个逻辑 我觉得大家也非常关心这个科创50 科创50的话实际上还是也要等一等超低 好的 那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来看一下明日市场前瞻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 美部消息 立好快买进 我哥说公司放弃重组 快买出 我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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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看透行情更安心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好中修在上海 上海整装中秋佳装盛典 盛大开启 装修忘记到了 装修别再等了 抓住这次中秋佳装集的优惠力度 赶紧拿起手机拨打上海整装官方热线 4000-338-338 或扫描二维码 预约上门凉房 24小时出方案出报价 特此中秋 家电拮据全场任选 双开门冰箱 品牌空调送 老板烟机 厨房灶台送 更有贴提智能马桶 西米克斯砖 欧林水槽全部免费升级 等等还没送完 开房保洁 仓储服务 价值2万元设计费 不收钱全部免掉 27年拒托旗下整装品牌 上海整装 承诺20年水电质报 未装修保驾护航 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官方热线 4000-338-338 或扫描二维码 预约中秋活动限量名额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弥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这一刻是早上七点 我喜欢这种快节奏 高效率的生活 老味道 新体验 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 放心一餐 精神一天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好 节目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明日市场前瞻 永庆 明天对整个市场的提示 给大家一个建议 好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今天整理这个市场 第一 周期在涨 军工在涨 那么由于周期已经涨了有三天了 而且市场也可以说是 在今天有一个消息性的对线 所以说应该说是情绪 已经是到达了一个高点 股价应该说也是比较的强 那么再加上我们刚才也讲到 我们说周期如果说看煤炭 在和16年的牛市去行对比的话 也基本上在十倍的这样市盈率左右 所以说我觉得在接下去 应该看看周期期货市场的一个变化 那看看市场是不是会有新的热点 能够顶上去 明白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最后来看一下 九方之头 本周给我们所制作的 公益头角小短片 基金盘中估值 于实际净值 为何有差距 基民朋友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在第三方平台看到的 基金盘中估值 与基金公司正式公布的净值有差距 而且有的时候差距还比较大 主要有以下两大原因 首先是时间制后性 一般情况下 各个平台会根据基金定期公布的报告 比如季报 半年报 年报中间的内容 去提取相关的信息 比如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大小顺序的 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等内容 再使用一定的算法 对基金进行估值计算 所以基金盘中估值会存在时间制后性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估值模型的差异性 大家在不同平台买基金 常常会发现 不同平台的估值数据存在差异 这大概率是因为 不同的平台所使用的计算方法 和估值模型并不一定相同 从而导致了基金估值的差异 九方指头提醒您 掌握交易规则 控制风险 做理性投资人 好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 永卿 新硕 还有秦简 感谢三位 我们明晚再来看看市场的即时变化 明晚见 明晚见 每一次期待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首次晋升全球金融中心前三 纽轮户三强格局出现端页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 体系最为完备 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每一次探索 存在着资本市场改革 先行先试 科技强获目标的科创版 在上海 经文运行一年后 科创版指数终于来了 每一次前行 推出30条具体措施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和金融支持 长三角一体化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 推出了金融16条 交通银行 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 在上海成立 每一次突破 上海自贸区临港芯片区 今天发布金融开放 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 沪广通终于承担落定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 正式启动 每一次选择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 原油期货 在上海 国际统正式在上七所挂开上市 提升中国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意 每一次托付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 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 安居乐业 每一次守望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 守护好百姓的钱贷 这就是金融 如血脉一般 这就是金融 看得见的不动力量 脉搏上海 大家好 我是张瑶 上周给大家分享的龙虎决心战法 相信很多朋友们已经领取到了 并且运用到实际操作中了 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也非常有成就感 今天我就把这套实战中 经常会用到的龙虎决心战法 继续分享给大家 之前错过的朋友们就不要再犹豫了 现在就扫描屏幕二维码来领取 龙虎决心战法是张瑶老师 二十多年股市经验总结得出 专门教大家通过龙虎榜数据 判断游资大佬的操作风格和特点 从而快速筛选出 可能具备上涨潜力的标的 有没有帮助 扫描二维码试一试就知道 目前市场热点轮换较快 只有跟上主力资金才是王道 现在就扫描二维码 不仅教您通过龙虎榜挖掘热门板块 还有大量实战案例 以及老牌游资操作风格解析 满满的技术精华 赶紧扫码领取吧 米兰四沙发 采用美国李恩牌伸缩合金奖 品质十年保证 米兰四沙发 畅想临靠墙距离 给您增加空间 米兰四沙发 采用进口牛皮 匠心品质 舒适环保 米兰四沙发 华而不贵 做老板